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無論醃什麼蘿蔔 切記最忌諱用鹽沙水 教你一招 醃出來蘿蔔 脆嫩 爽口 嘎嘣脆 越吃越香 放一年都不會壞 醃菜老闆娘教我的一個訣竅 個人視頻了解一下 首先我們準備一顆不要錢的隔壁老王送來的白蘿蔔 冬天這個季節 蘿蔔的口感清脆爽口 無論怎麼吃都好吃的 今天我們醃蘿蔔 給大家分享的小技巧 朋友們收藏起來 醬做好的醃蘿蔔 嘎嘣脆 特別的香又入味 別提多好吃啦 我們用刮皮刀 把蘿蔔的外皮去除 這蘿蔔外皮不需要吃的 影響口感不好吃 蘿蔔的根地去除 再把蘿蔔對半切開 再從中間 一分為二 分成小半 再分成小半 一顆蘿蔔 分成小半 蘿蔔改刀 第一刀下去不要切斷 第二刀也是不要切斷 第三刀切斷 這樣蘿蔔口感更好吃的 影蘿蔔比較厚一點 吃來口感像吃肉一樣 質地比較厚實 而且比較入味好吃 蘿蔔片切好 放入大盆中 蘿蔔片切好 放入大盆中 很多朋友們醃蘿蔔都喜歡放入鹽 其實放入鹽 醃蘿蔔口感更不是很脆的 也不好吃 正確做法 加入一勺白糖 加入白糖 蘿蔔蘿蔔 特別的脆 咬一口嘎嘣脆 並且比較入味好吃的 微微的甜 能夠去除蘿蔔的辛辣味道 中和一下口感 非常的好搭 我們用勺子攪拌攪拌 攪拌均勻 攪拌好 放到一旁 醃製大約一到兩個小時 時間比較長一點 能夠去除裡面的水 去除水之後 口感吃起來更脆爽 準備幾顆紅辣椒 綠辣椒 顏色搭配的比較好看 這辣椒是小米辣 口感比較辣的 泵茶辣的朋友們可以少放兩顆 我們把辣椒洗乾淨 醃蘿蔔放一點辣椒 比較入味好吃 香辣酸爽 開胃下飯的 辣椒的根底去除 把辣椒改刀 切成馬蹄片 再準備幾顆發芽的大蒜 切成片 大蒜多來幾顆 特別的好吃 蒜香濃郁 準備一個碗我們調個料 加入適量的鹽 味精 加入香醋 香醋大概多來一點 六七十克 再加入生抽 生抽三十克 再加入適量的蠔油 增加口感 我們用筷子攪拌攪拌 攪拌均勻 這個料汁 我們可以重複的使用 醃完蘿蔔 可以醃黃瓜 連辣椒都不錯 既簡單 調味方便 而且特別的好口感 醃好了蘿蔔 裡面出了很多的水 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用手掰一掰 蘿蔔像這樣 特別的韌劲 怎麼掰都不斷 準備已經醃好了 一定要多醃一會兒 醃出水分 醃蘿蔔加入適量的糖 所以不需要清洗 只需要把蘿蔔的水分全部擠乾 擠乾水分的蘿蔔倒入大盆裡面 加入切好的辣椒 大蒜 再加入料汁水 我們用筷子 不停的攪拌 攪拌均勻 親愛的家人朋友們 製作視頻不容易 請您用發揮的小手 幫我點個贊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個支持和點贊都受前應的最大動力 感謝所有朋友們的支持 謝謝大家 攪拌均勻 我們放到一旁 醃製大約2-3個小時 我們可以提前晚上做好 放到冰箱冷藏醃製 第二天吃 更加的入味更好吃的 中途可以勤翻釜翻餚 這樣更入味 蘿蔔醃製好了 我醃了一葉 顏色比較深 特別漂亮 這個蘿蔔水不要丟掉 可以反复地使用 這樣更入味 特別好吃 醃製好蘿蔔 我們倒入盤中 就可以直接吃了 维斯可以多盐一点 放到罐子里面保存起来 随吃随取 这样做好的萝卜 舀上一口嘎嘣脆 特别的香 又脆又香又入味 配馒头或者是喝粥 舀上一口小萝卜 别给多赞了 真的是拿肉都不换的 我们腌萝卜切记不要用盐腌的 像我这样用白糖腌萝卜 要比用盐腌更入味 更脆爽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腌萝卜的方法 是一位开了好几十年的 抛菜店的老板娘告诉我的 这个方法是不外传的 学会了之后 你就可以开店 卖腌萝卜了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哦 自己在家做着吃 或者是摆摊 卖萝卜干 别提多好吃了 做法很简单的 又脆又香 香辣开胃酸爽 越吃越好吃 根本就停不下嘴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去做一下吧 特别的好吃 嘎嘣脆 又入味 做法简单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真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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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感谢观看